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爛尾樓 香港其實很幸運 很多年都沒有出現過爛尾樓 最近看到報紙就看到有機會因爲一間上市公司 可能它因爲那個樓那個銷情帽 只是賣到整個項目六點幾個百分比 但是它本身有財困的時候 它就未必可以完成到的項目 因爲它拖欠了很多工程款 那今時今日整個賣樓程序 那個監管在香港是非常之完善 發展商是不可以拿到資金去用在其他地方 全部都會是專款專用 那麽問題出現就是什麽呢 因爲你沒有錢去完成的項目的時候 就會令到交樓的日期 就會退遲 因爲在簽這個買賣合同裏面 有一個最後的交樓日期 那麽除非你是打風 或者是下雨 或者是暴動 這些是被認可的日期是不計之外 你不可以無限期地延長不交樓 那麽問題就出現了 出現在什麽呢 那個發展商如果他是財困的時候 根本他是沒有辦法賠得回給你 給你一些欠款 那我想整件事的程序 就會可能進入一個 類似公司清盤的程序 到時候就看一下有沒有人 有沒有白武士 就是會入主這個項目 那麽好幸好 香港的樓呢 就是正在升上 和向上 就不是一個大跌市 如果是大跌市的時候 就沒有人會去接過這個攤子 那升市的時候 發展商計過條數 我原來我清了這堆美數 我就可以整個項目完了 交付給這些以前買過樓的人 或者不要那麽多了 給錢 整個項目 我100%擁有 給錢 這個都是一個處理的方法 那我覺得 這件事雖然是有苦主 但是那個苦主 可能是牽涉到一些 時間上安排的問題 就是住樓安排的問題 並沒有好像之前那些律師樓走路那些 那麽大件事 那雖然是有問題出現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屬於不幸中之大行 那今天想講的南美樓事件就到這裏了 有什麽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